哎 哎 是你那 这不那个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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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在这儿捆着 打着我 那个时候我不大学刚毕业嘛 然后我就在三角实习 领导就跟我说 今天要招待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 我特认真 然后 就把自己给喝大饭 吐得太一声 哎 你说这姑娘真够奇怪的 他在的这个巴尔创工 在咱们业内也没什么名气 他们呢也没什么 大客户的服务经验 哥 你早就通过了 怎么这次给机会啊 先听估计啊 叔叔 他以前帮过我一次 三年前我回国的时候 参加了苏琪组织的聚会 老板 我见您 当时 东东文是三角的实习生 他被叫了接待我 海料 小董 快 给咱们娄总满上吧 这一开始 大家还有说有笑的 进来 帮你们苏总 但喝着喝着我就感觉 苏琪了就有问题 再来 我来给苏总满上笔啊 给娄总 我喝得都有点晕了 他却一点事都没有 谢谢 我说怎么苏琪现在这么想信仰呢 我不就帮你们小董喝了一杯吗 这杯我替你啊 老板 我来吧 您喝太多了 东东文看我一只被灌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你不懂事啊你 帮我等酒的时候 无意中喝了苏琪的酒 发现这酒有问题 他可能于心不忍吧 就偷偷地帮我换成了水 可这时候 苏琪他们正好回来了 接着喝呀 你们俩去哪儿呢 楼月 我再敬你一杯 小董 陪着呀 来来来 他只能把我那酒都喝了 结果把自己喝醉了 来 来 你去扶一下 嗯 老月 走 咱回房间啊 再到后来苏琪又想拍不雅照信函 干吗呢 被他识破 走走走 他虽然已经喝得都站不上了 但还是强撑着把我给救了 老板 开门 老板 开门 老板 快走 快快快快快走 老板 老板 我跟你说 这是他们给你设的局 他们呀 要害 是他替我解了呗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 他也丢掉了我们做 所以说呀 这喝酒有风景 举杯需警示 来 好 那就举杯 别喝了 别喝了 我把他喝了 我给我喝 我喝我喝我 别别 不许多